各位學員還有螢幕前面的觀眾還有唐振偉 大家大家午安大家好 今天很開心能夠接受OCF的邀請到這邊來跟大家分享 就是有關於台灣開放政府的未來串聯 還有我們的一些工作的內容 那就是有這個機會能夠跟唐振偉對談 我們在同時介紹NDI的在做什麼之餘 也很希望可以聽聽看唐振偉 還有各位學員大家的意見 就是我們一起來怎麼把台灣開放政府的工作 向國際向國外推送 那首先先一個簡單的工商服務一下 就是介紹一下NDI 那我們是來自於一個美國的非政府組織 那我們在海外大概有五十幾個海外的辦事處 那台灣的辦事處是我們目前在全球最新的一個辦事處 我們是今年三月份成立的 所以雖然NDI已經有三十幾年的歷史了 不過NDI的台灣辦公室其實在台灣 特別是台灣開放政府的這個領域來講 我們其實也是一個新加入的一個成員 所以很開心能夠有這個機會 來跟大家討論我們的工作 那首先就是講到未來串聯 就是當收到這個邀請要來談未來串聯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到底可以講什麼 後來才發現 其實NDI在台灣的幾個工作重點 其實在做的就是串聯 就是有關於開放政府的串聯工作 那以下我會 因為我大概只有六分鐘的時間 所以我會比較快的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三個主要的工作重點 那也是提供給大家一些想法 那還有一些資源 大家可以考慮應用的資源 希望可以協助大家在自己的各自的領域上 推廣開放政府工作的時候 有一些幫助 那首先是關於開放國會 那其實NDI跟OGP 我們是長久以來的合作夥伴 我們在2013年開始 其實就有非常密切的合作關係 那NDI的角色在OGP下面 其實有很凸顯的角色 是我們主要針對的是 立法透明這一塊來做合作 那NDI在2013年其實就是 開放OGP下面的開放工作 國會開放工作小組下面的 co-chair共同主席 那2017年也參與了國會 參與政策指引的撰擬跟推行 那在2018年 我們擔任了六個職位組織當中 其中一個成立了一個叫做 開放國會一聯盟 那在這個開放國會一聯盟的下面 已經有54個國家參與 那有17個已經推出了自己的 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那有22個國家也把開放國會的承諾 納入了開放政府的行動方案 那這一個一聯盟 其實特別要值得一提的是 因為這一聯盟 它雖然不是屬於OGP下面的一個 單位組織 但是它其實非常非常積極的 來參與OGP的活動 那同時的也是領導著OGP 在立法透明相關的一些工作 那NDI的角色其實 主要是在立法透明上面的話 透過OPEN這個一聯盟 有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其中包括了一個是 2021年 我們現在正在修訂一個新的 國會參與政策指引 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 剛剛稍早有談到一個IRM 就是Independent Review Mechanism 那在今年我們即將要推出一個 新的國會參與政策指引 我們會提供一個自主評估及報告指引 那這部分是我們希望可以 在IRM的基礎上提供給非OGP的國家 有更多的自主評估跟 review的一些indicators 所以這是我們覺得之後 如果我們這邊有這個政策指引出版的話 我們也很樂意提供給大家做參考 那接下來就是有關於青年的工作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以台灣為中心 那串聯了OGP的四個國家 包含菲律賓、印尼、斯里蘭卡基、巴紐 那現在我們是台灣的辦公室 正在徵集這四個國家的青年賠利 以及開放政府的計畫 我們希望在明年的時候 就能夠把他們帶來台灣 那跟台灣的公民團體有所互動 那也讓他們了解到台灣公民團體 在開放政府工作的動能 還有我們的能量 那最後一點就是有關於科技 這是我們六月份所舉辦的一個 Infotegrity workshop 那Infotegrity其實全名是 Information Integrity 那當然這個是online的一個工作坊 那這個主要就是在討論到 開放政府跟資訊安全健全的角色 那我們認為其實開放政府跟資訊安全健全 其實是相輔相成的 特別是在不開放的政府下面 其實很常有一種情況是會利用科技 來操弄資訊 來影響資訊的完整性 特別是利用資訊做惡意的攻擊 所以這是我們為什麼在NDI 其實有一個在台灣的工作力 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就是希望能夠串聯台灣的公民科技團體 來尋求不同的方法來強化 資訊安全跟資訊健全的技術 那也希望可以把這樣的know how 推廣給我們在國外的其他partner 那這個是我們放在HackMD上面的簡報的話 你如果直接點進去的話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網站 這個是我們有關於Cyber Security 資訊安全工作開發 那這個資源其實給大家做參考而已 那同時我們在今年8月 也剛出版了一個新的有關於假消息 特別是針對香港 在去年的立法會宣布延期的情況下 我們有做了一個系列的 假訊息觀察的議題的操作研究 那這部分也是放在Slido的 Apply's HackMD上面的資源 那也歡迎大家一起來分享 那因為我好像超過時間了 所以我不好意思 那我這邊就是簡單的介紹一下 我們在台灣的工作 那希望也可以有一些資源 給大家來一起運用 一起思考 怎麼樣能夠把我們台灣的開放 政府的工作能夠推得更遠 謝謝 好 謝謝我們吳總今天的分享 我們現在把這個畫面 可以切到那個Slido上面 那再接下來呢 我們其實還有一段時間 在我們6點之前呢 其實都開放大家來這邊做提問 那主要是無論是吳總監 他帶來的這一個案例 還有我們唐鳳唐政委 從原本的在民間到 如今進到了政府單位裡頭 我相信其實希望台灣的政府 可以跟國際串聯 以及越來越好 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在Slido上面 已經有兩個問題了 那這邊其實是 第一個問題是想特別想請教 到這個吳總監 您認為亞洲的國際夥伴 可以如何促進台灣的開放政府推動 那或是沒有亞洲國家 像菲律賓印尼等案例 可以分享參考的嗎 其實就是剛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四個國家的串聯計畫 其實當時會選擇四個國家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都是OGP的會員國 那他們也都是亞太 應該算是印太啦 因為我們包含斯里蘭卡 都是印太的重要的區域夥伴 那也是在OGP當中相當活躍的角色 那我覺得如何增進跟亞洲的 國際夥伴的推廣動能 我覺得當然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就是比台灣的公民科技 及公民科技社群長期以來的 相當積累的動能 這個部分我想唐政委稍後 應該可以提供更多他的見解 那這部分也是NDI到台灣來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把台灣公民社群的 know how這些技術這些動能 能夠推廣到我們其他海外的夥伴的群體 那當然我們最終的目標會希望 可以說是在不同的國家 例如我們的四個目前的合作國家 斯里蘭卡、菲律賓、印尼還有巴牛 都能夠有一個像G0B這樣子的角色 那如果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這些公民社群的技術 然後當然不一定能夠完全複製 但是我們很希望就是在那些國家 也能夠有這樣的一個社群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參考的方向 好 那大概也是這樣的問題 我想請教在遠端的唐政委 因為您除了參加過兩次OGP年未壞 也長期的參與這些國際互動 那其實這些外國的案例 除了可以讓台灣借鏡之外 那這些亞洲夥伴 就是如何促進台灣的開放政府 您現在在政委的位置上 有沒有什麼樣的觀察 或是經驗可以分享 是我想首先說 RFREM沒有超過時間 因為我5點20的時候 就有跟他們說 跟幕僚說 我的六分鐘給RFREM 所以你時間剛剛好 沒有超過時間 那回到這個問題來 我們在OGP的年會上面看到的 其實不是只是所謂成功或失敗的案例 而是它的概念是一個工具箱 OGP Toolbox 這個是在當時在法國的時候 就有提出來的 也就是說 我們不是把民主想成一套制度 你要嘛整個班 這個我們看最近的例子 就知道整個班不一定適用 要嘛就整個不班 而是說我們挑裡面的 好像工具箱一樣 一點點一點點的 好比像說 今天大家參與了這個Slido 發現Slido好用 之後就可以用了 或者是說 今天發現這個Big Blue Button 好像也還蠻不錯 蠻順的 之後就可以自己架了等等 也就是說 把民主不要想成是一整套制度 而是想成一點點一點點incremental 就是一點點一點點 有所增進的一系列的工具 那這樣子的話 我每次去OGP年會 我們分享的可能只有一兩個 這些這個印太的國家會用到 但是他們去用到之後 好比像說G0V的真的假的 這樣子一個事實查核的系統 當然我們在查核的很多是 五花八門 因為我們言論自由 非常的蓬勃嘛 但是到泰國的時候 他們可能一開始 因為他們的言論環境 那就決定說 他們專門只去查核 像食藥署會查核的那些 跟大眾健康有關 跟政治比較無關的 可是他們透過這樣開放的方法 把泰國版的COFAX做出來之後 其實他們就凝結了各種各樣的民主運動者 等於大家有一個成功的經驗 那在那個之後他們要去做 額外的別的動員的時候 就變得突然很容易 因為大家已經 在某個比較小的案子上面 曾經有過彼此信任 當然也會比較信任 我們G0V這邊出來的像COFAX 這樣子的做法 我就只舉這一個例子 但有很多類似的例子 好 謝謝唐振偉的回應 我們現在看到slido上面 有一個問題的讚數飆升起來了 他這邊有提到說 其實一整天聽下來 國家和政府領導人的態度 在開放政府中扮演關鍵角色 也就是說尚未決策者 如果沒有這樣的開放政府意識 相對的能活動的空間就比較有限 那我想稍微修正一下這個 我想稍微添加一下這個提問 第一個就是 可能問一下吳總監 作為外部單位或民間 你可以有什麼作為 那一樣就是這個提問 我想就教一下我們的唐政委 你自己進入政府之後 可能也會有很多政府分門 別類的不同的分工 那作為政務委員 你怎麼樣去協調這些不同的部會 那你就這一題 就是也想請兩位跟我們 觀眾朋友學員們分享一下 阿菲請 就是回應剛剛唐政委講了一段 我覺得其實講得非常的正確 就是其實這一些改變我覺得 都是incremental的 那當然我覺得不一定每一個人 現在都能夠理解到開放政府在做什麼 那開放政府為什麼要做開放政府 那這一個人他可能是身居高位的人 可能是在政府體系具有領導角色的人 但是我覺得這一些領導的作風 或者是一些意識 是可以被改變的 那當然這改變我覺得不會是一觸可擊的啦 那我覺得就是incremental 那我們要追求的就是 就是今天比昨天更好 明天比今天更好 那我覺得身為一個NGO組織 我覺得一個可以考一個實際的考量的作為 就是其實就是串聯 就是跟國際串聯 把台灣的know how帶出去 那同時也把國外的best practices 就是國外的一些做法帶進來台灣 那在政府的高階的領導人 他們如果看到在外面的做法 的確有跟我們很不一樣的地方 的確有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 那這一個信念 這一個影響 他或許不是立刻就有的效果 但是在長期的國際交流下 我們過去的 特別是我們過去在其他國家的 長期的計畫的經驗來看的話 其實這種incremental的效果 是存在的 是有用的 那也提供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好 謝謝我們吳總監 唐政偉 我們就接著Alfred的這個概念 其實對大部分的民主國家的領導人來講 你問他理念上面 知不支持透明參與 給出交代等等 他一定都跟你說是願意的 因為這是民主國家政體的最主要的部分 但是當你問他某個個案 他要不要採取類似這樣子 開門造居的方法來討論的時候 他就可能會考慮到很多主要是風險 就是政務官的風險 那以及還有就是事務官 如果在執行這些事情的時候 本來就已經加班已經很爆肝了 還要繼續爆肝的話 那其實是沒有辦法長久的 那就算有很強的政治意志 也只能處理一點點個案 也不太可能把它變成同案 所以就是說先安心降低風險 再審立就是減少這個chor 就是不必要的這些 本來可以自動化的工作 這個就是為什麼incrementalism 這麼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們可以找到一個兩個個案 然後證明給我們的首長 看說當你引進了這樣子一個做法之後 忽然之間就不會幾百個人打電話來 都問同樣的事情了 因為他們可以在同樣的一個 就是大家很願意主動分享的圖卡上面 都可以看得到 但是當然圖卡他也必須要有所本 所以他還是要連到一個網頁等等 那這樣慢慢慢慢他們就會發現說 中間的每一個小的技術 都降低了一些政務人員的風險 也幫事務人員省了一些力氣 那這樣到最後他不會特別喊一個口號說 我在做開放政府 但實際上做的事情就是 可以跟公民共創的一些事情 好謝謝唐政偉的回應 接下來我們slido上面 按讚數最高的這個問題是提到說 如果民眾不關心這些資訊 民眾政府會一直怪民眾 就是看不懂或者不會用 那也沒辦法去吸引民眾去主動了解 那這些政策要如何進行下去 那我想這一個提問呢 無論是吳總監作為民間的NGO 或者是我們的唐政偉在體制裡頭 可能也會遇到這些政策溝通上面的落差 那是不是也分別就兩位的這個觀點 就這一題給我們一些回饋 吳總監 這部分當然我可能就是 以民間的NGO的身份來發言 那當然我也是以一個台灣人的身份來發言 是我覺得主要是 要讓主動讓民眾能夠了解 這個開放政府是在做什麼 那就是不應該當然 政府當然不會怪說民眾看不懂 我們不會用 我是覺得這個感覺就是一個錯誤 那這個情況我覺得其實就是要能夠 用一些比較平鋪直序的方法 用一些比較能夠大家能夠了解的方式 來跟大家解釋 這到底是為什麼要做 到底要做什麼 那我覺得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其實我們在防疫期間的 當然這個唐政偉應該要相當程度的參與 就是防疫期間的所有的這一些梗圖啊 不管或者是像是衛福部的總裁啊 這些大家能夠吸眼球 大家能夠理解的方式 我覺得對於公眾的語言的這部分 其實很重要 因為當然政策 政策就是一本就是紙上的字 那如果它不能被理解的話 其實是沒有用的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大家可以思考的方式 或者是怎麼樣子把這些政策把這些理念 用不管是詭諧的角度 或者是用比較大眾文化的角度 來跟大家進行溝通 然後持續的溝通 那當然這部分 我也很期待唐政偉的見解 OK 好 謝謝武總監 唐政偉 對其實如果大家有學齡的小孩 或者朋友的話就會知道說 每個小孩他的吸收知識的方法 是完全不同的就所謂的多元智能 有些人他是非常喜歡看文字 像我啦 那但是也有一些人他是一定要聽人講 他要聽podcast 看字是沒有辦法的 有些人他一定要看繪本 有些人如果沒有互動 自己動手做的話 他絕對記不起來等等 所以本來就是每個人 對於知識跟資訊的吸收 就有自己所習慣的模態 就是modality 那當然我們都是就是專業的公務人員 大家不管國考高考 我想文字的使用能力應該就是 整個人口中的前百分之一 但是這樣子的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會常常覺得說 這個明明就很容易看懂 但是其實對不是習慣文字模態的人 並沒有那麼容易看懂 我想到說2018年我們公投的時候 中選會自己去模擬投票 都非常快速就看完公投的那些命題 然後蓋了帳就出去 平均每個人只要30秒 但是實際上我們看到實際投票時候 在拍對的時候就不是這樣 同樣那麼幾個字很多人就要看很久 因為他第一次認真的來面對這一個題目 我覺得這個例子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重點不是說 好像我們要一直做梗圖 梗圖只是一些比較喜歡看插畫的學習者 比較喜歡的模態 那有些人他真的就是要聽到人講話 所以好比說在防疫過程中 你是隨時可以打1922 那我在國外分享的時候 他們說原來你們有個很棒的留言系統 你們可以錄音起來用文字自己分析 然後再轉語音出去 我說不是這些都是人 對不對 1922的事實上是真人 所以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如果某一個政策 我們希望大家有任何問題 我們有問必答 其實這就是accountability 就是問責 我們要負責有問必答的話 那麼我們就要去確保說 所有主要的這些學習的模態 我們都有讓人民能夠達到的一個方法 那但是這個確實是也是很花力氣的 所以在這裡面數位的技術 就可以幫很多的忙 好比像說 在每天下午2點的記者會 大家現在就可以看到是AI在負責打字 但是人去編輯那個AI打的字 這個就是降低所有人成本跟風險 一個很具體的例子 OK 好 謝謝唐聖偉的回應 我想下一個問題 也是接著這個問題往下延伸 也就是說 目前看起來這一個開放政府 除了是這個國際接軌 或者是中央部會在引導這個政策 那這邊要問的事情是 如何適用在原本就強調 公共參與精神的機關或法人 例如博物館這類的文化或教育機構 因為這邊的影響是偏向場館的本身 不像是中央部會或是地方政策 這樣的影響力這麼大 所以如果在這個部分也要適用開放資料的話 是不是我們的總監跟政委都也可以跟我們分享幾個方向或者例子 總監 這個命題其實蠻大的 那我當然就是就我們之前的工作經驗來看的話 其實開放政府會開放國會的工作 當然就會是中央政府會是必須要是主要的推動的角色 但是我覺得這個精神這個工作的內容 這個公民參與公民協作的這個精神 其實不應該只是局限在中央部會 不應該只是局限在政府體制內 那就我剛剛有講到我們的一個印太區域的青年計畫 其實我們現在正在徵集很多講助案的申請 那其實我們有看到一些非常多地方地方 Local Level的政府單位或是Local Level的公民團體 在做地方性的開放事務 那同時也包含了一些我覺得是教育機構 還有一些培訓機構 他們也都是在推廣資料開放資訊開放的工作 那特別一個我比較印象深刻的一個申請案是 他們其實是希望可以透過地方的社區中心 然後來組織來組織婦女 那來一起討論如何解決在那個國家性剝削的問題 那他們想要透過婦女的聲音來營造一些影響力 來嘗試的影響他們的當地的地方政府 或者是但甚至當地的鄉里來改善這個性剝削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其實文化或教育機構 在開放政府開放資料上面 其實還是有它的社會意義社會價值的 那我覺得這部分當然例子很多 那我覺得大家當然是可以一起來思考該怎麼做 OK好謝謝總監來政委 當然故宮博物院是在這裡面一個很特殊的情況 因為它既是中央部會也是一個博物館 這個應該全世界都少見的 但是我們也可以看到 因為就是故宮也有一個PO 也有一群PO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們跟故宮的合作是很多的 甚至不一定是透過協作會議的方式 大家如果去找故宮開放資料的話 就會找到什麼動物森友會的一堆QR Code 你可以很容易掃了 然後就把翠玉白菜什麼肉形石放到自己的無人島上面等等 也就是說對於一個文化活動來講 本來開放授權就是讓你的這些文化資產 跑到一些你本來很難想像的地方 然後去進行二次三次甚至更多的創造 那本來博物館的藏品就好像我們國教院手上有很多字典等等 這些都是不怕人知道 就是只怕人不知道的東西 所以其實只要他的手掌這個概念一轉過來 把它想成不是就是我拿來營利的 而是我是拿來做文化傳播的 那這個觀念一轉過來之後 其實他的那個量啊 不管是開放資料的授權條款的就是普及的程度等等 一下子就可以超過很多別的部會 所以我是覺得說把不管是故宮或者國教院 最近的一些例子去拿給大部分的其他國家的印太區域的博物館或教育機構 其實我覺得都是非常說服力的 OK好謝謝政委這邊的回應 那接下來剛才有一個問題就是浮上來了 他這邊針對兩位兩位對我提到問題 第一個就是救教於唐政委 在體制內推動跟在體制外推動這個開放政府 最大的差異和限制分別是什麼 那另外救教吳總監 因為您是來自於民間的NGO嘛 那如果政府對你們都是不聞不問 那你要如何面對這種狗廢火車的狀況 來那我們是不是先請總監回應 首先要謝謝就是這個提問的人 我發現就是如果是anonymous的話 那個問題都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to the point 所以所以很好 但這部分以我個人 或者以NDI在台灣的角色來看的話 就非常感謝我們目前還沒有遇到狗廢火車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台灣的開放政府一個很重很大的一個特色 但是它同時是bottom up 它同時也是top down 就是這兩邊的動能都是有的 不是只有一邊拖著一邊走 那其實我們在一些其他國家的一些案例 有看到都是有的時候可能是政府有意願做公民有這樣的力量 有的時候是公民社群一直想拉的 但政府不願意動 但我覺得當然這狗廢火車的情況或許是個案 或者是個別的案子個別的部會 但是我覺得以大環境來講的話 其實台灣的兩邊的動能 其實都是相當令人敬佩的 那我覺得狗廢火車的這部分 或許我覺得某一種程度也跟著可能是台灣的 或者是政府的體制 長久來政府體制包含是用人的考選培訓制度 這個部分其實因為當時在設計這些制度的時候 其實開放各種政府它可能不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所以說在一系列的這些用人考選 或者是真審培訓的制度來看的話 跟現在這一個新的課題不一定能夠 能夠match啦 那也就是說像今天早上剛好有人提到說 公務部門都是層層層層層結智 分層負責的情況 那我就覺得說這個就是一個 可能大家要稍微比較宏觀來看一些組織性的架構的問題 因為節制的人或者是負責的人 如果不是民間團體的話 那顯然就會出現一些miscommunication 那這部分這就是更大的議題了 該如何有組織內部的推動改變 來迎合這個新的開放政府的工作的需要 那我也很期待聽聽唐振偉的看法 好謝謝吳總監來我們中尾請 是我想到狗肺火車我就想到這個一群哈士奇 在雪地裡面拉雪橇的那個情況 也就是說火車的特色是什麼 是鐵軌鋪的到的地方它才能去 就像中央政府如果這個立月沒有通過 總預算的某個科目 其實我們根本不可能做那件事情 而預算的審議又是每年才一次 那更不要說光是預算編列還是不足 你還是需要有很多可行性分析評估等等 也就是說當鐵軌全部都蓋好了 可能到最後我們已經不是要去那邊 我們是要去別的地方 所以才會出現狗肺火車的情況 但我覺得台灣的一個特色 就是我們這個迭代的速度變得非常的短 我們可以看到大家就是打電話給1922 如果問到一個很道點的一個問題 或你找就是媒體幫忙你問的話 那隔天下午2點如果問不出答案來 大家都不接受 所以意思就是說在其他的政體 你要4年才能夠讓火車轉一次方向的事情 在我們這邊大概24小時 大家就會期待它轉一次方向 那這個它是有賴於什麼呢 有賴就是在民間的公民的社群 自己去做出一個可能開門造具沒有火車那麼龐大 但是也是能動的一台雪橇 我在想的是口罩地圖這一台雪橇 或者簡訊史連製這一台雪橇 都不是我發明的 事實上我到最後看到的時候 它都已經設計的差不多了 就是已經拉到一個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比較好的一個點了 那我再回頭來說 我們趕快把鐵軌鋪到那個地方去 所以也就是說傳統上面 公民社會如果要抗爭的話 通常是用示威遊行demonstration的這個方式 但是因為在數位的世界有一個新的想法 把它實作出來 並不需要花太多的成本 所以這個demonstration就變成demo 就是是一個展示的一個方式 也就是我抗議的時候 我還附上一個就是新的做法 那你這個新的做法 也已經小規模驗證沒有問題 它需要的只是增幅起來 所以其實只要開這個鐵軌的人 他願意說那我就不是每四年再來看一次 或每一年再來看一次 而且我願意每六十天來看一次 甚至每七天來看一次的話 那麼其實我想狗廢火車就是叫一叫之後 狗就自己拉到那個雪橇那個地方 就變成真正意義像領頭羊 OK好謝謝政委 由於我們時間的關係 後面幾題我想就是統一縱整 然後請兩位回應之後 也幫我們下個小節 那後面這邊有幾題 第一個比較大災問 關於開放資料跟個人隱私的爭議要如何平衡 那其實我們今天講了不少國外的案例 就是最後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就是說台灣在開放政府這方面 有哪些優勢或者特別之處 那剛才唐政委或許也有提到 就是別人要四年才能改變一次火車的方向 可是在台灣就不是24小時 就會有記者會的回應 所以其實從這邊來看 台灣對於其他國家夥伴的技術和能力 有哪些是我們還可以跟其他國家學習的部分 那其中有一個匿名的夥伴提到一個 其實就是講到我們的政黨文替 因為我們遲早要面對選舉這件事情 那唐政委如果你不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對於這樣子的政策停擺 或者逆轉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我想最後一個問題 雖然沒有點名到吳總監 吳總監也可以回答 所以最後一點時間就是給兩位 再把我們這些提問給一個簡單的回饋 好總監請 我當然最後一題我可能沒有辦法回答 但是我就針對前面的幾個幾個comment 那我總結來講的話 我覺得其實台灣有 我想大家應該都同意 台灣的公民社群其實有相當大的動能 那這就是我們的優勢 也是也是我們的特別的地方 那我覺得另外一個想要特別提的是 我們對於資訊的透明的要求 我基本上我覺得在台灣已經是成為是一個最基本的核心價值 這個應該叫做完全透明 我們要求的是radical transparency 這是一個政府治理的一個名詞 但是我覺得台灣對於資訊 我們都要什麼都要知道 那政府也就必須要同時要揭露所有資訊 因為這樣子這個這個這個 在我們看起來已經是稀鬆平常必備的事情 其實如果走出去台灣 你會發現其實很少國家 有像台灣這樣子 有那麼高度的透明化的資訊 有那麼直接的政府跟民間溝通的管道 那這部分其實其實我覺得我覺得是台灣的優勢 也是我們很希望能夠 NDI很希望能夠在台灣學習的部分 那把這一些know how帶給我們在海外的partner 好謝謝總監 來我們請我們的政委 是我想我們還是民主原則高票的我先講 就是我覺得就像我們兩公約施行法 其實到現在十年超過十年了 就它不會被特別看成是哪一個政黨的 不是哪一個總統特別的政見 相反的沒有任何總統候選人會說 我要廢止兩公約施行法 這是不可能的嘛 我們就已經覺得說 這是我們的民主制度的一部分的 那開放政府也是如此 我自己在行政院院本部 擔任專案顧問那個時候才2014年嘛 蔡宜林政委的時候 那那個時候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 當時2014年年底的選舉 所有去喊開放政府 當作它主要政見的 不管是當時的台南市賴清的市長 或者台北市科文哲市長 基本上因為這個政見 他到最後就不得不做一些事情 而所有覺得好像開放政府是洪水猛獸的 到最後都沒有當選 所以可以說從2014年年底開始 主要的政黨 像現在國會四個主要的政黨 主要都是競爭誰更透明 誰更能夠參與 誰更負得起責任 大家彼此指控 也是指控彼此黑箱等等 基本上是沒有任何人去說 那我們就不要做開放政府 我們趕快走回頭路 事實上是沒有人這樣講的 任何一個政黨這樣講 差不多就等於政治自殺 因為我們在2020年總統選舉前 有一些朋友去做了調查 那不管是當時蔡英文候選人陣營 或者韓國瑜候選人陣營 他們都覺得說民主的深化 國際的連結是最重要的兩件事情 而且互相指控對方沒有做好 所以不管互相指控這部分怎麼樣了 但是我是覺得說這個已經變成 我們的政體的基本的價值 那只要是公民社群的朋友們 持續持守著這個價值 我覺得停擺或逆轉是不太可能的 那政黨競爭也是建立在 誰能夠更好的去完成這個價值上面 那當然開放政府資料跟個人隱私 其實在以前看起來有爭議 是因為開放資料如果要拿掉 個人隱私的部分的話 當時的技術會造成它可用性的喪失 但是現在因為我們國網中心 有非常龐大的算力 所以就是我們運用所謂的隱私保護技術 去產製合成資料 那合成資料的意思就是每一筆 看起來都像真的 但其實沒有任何一筆是真的 那因為有一些新的這種隱私保護技術的關係 所以其實這兩個是已經可以兩全了 就好像說喜歡吃肉的感覺 但是又道德上面想要吃素的人 那現在有合成肉出現了 它就可以兩全 那等到合成肉的這個價格 變得非常低的時候 那其實就會取代很多大家 閒而不察的做法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我們這很多的看起來的兩難 其實是技術有新的發明或者普及之前 才看起來像是兩難 但是我們現在特別是因為防疫的關係 必須要兩全的情況下 我們已經摸索出相當多兩全的方式 希望回答到這個問題 好謝謝我們今天行政院唐鳳唐正偉 以及我們NDI的吳總監 跟我們在第一天工作坊的最後 帶我們來這樣子非常精彩的對談 我們藉由這樣子的對談內容 可以總結我們今天整天的課程 關於台灣開放政府的未來串聯 應該給鏡頭前的各位夥伴學員 有很大的鼓勵和激勵 好我們再次謝謝唐正偉以及吳總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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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